这个活动我们还邀请到了加拿大三级政府的代表 由于疫情的影响 他们未能全部出席 下面由我来首先宣读 Done Valley North国会议员董涵鹏先生发来的特性 作为Done Valley North国会议员 我很高兴地向出席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加拿大推荐会的各位代表 这一最诚挚的问候 会议为双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在此特别赞扬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们 对进一步加强中加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合作 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祝愿活动圆满成功 下面宣读释迦宝市议员 Nick Mantas先生向本次活动发来的贺信 作为释迦宝市的市议员 我非常高兴地向所有出席此次海南自由贸易港加拿大推荐会的各位来宾 至于最热烈的问候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立 将改善当地经济发展的环境 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机会 还将简化税收流程 并实现进出海南货物关税的减免 今晚我们欢聚在一起 将会建立更强大的合作广播 并将进一步为促进我们城市多样性的统一 所做努力 祝贺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海南省乔务办公室负责人 革敏女士 为大家带来视频致辞 增进的韩家梁主席 增进的营业会长 增进的各位朝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